欢迎收看这期的五分是办法说车 这一次要给大家带来一台新的同时 还要教大家一个新的技术 新的车是奥迪的Q4一床车 新的技术是电动车在冰雪路面上的四驱飘移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飘移可能对于燃油车的后驱车会比较方便一点 今天其实采用了一个可能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 首先是个电动车 然后它还是一个四驱的 那飘移的方式可能和摆油路面上的内燃机的后驱车 可能会在方向有点不同 但是我觉得总体的原理还是一样的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奥迪Q4这个车给到我在冰面上飘移的感受 首先它的动力可能大家会觉得电动车的动力会比较的足一些 但是这个车因为它是一个四驱的结构 也就是奥迪一直非常擅长的考特罗技术 所以说它的动力其实我觉得在考特罗的加持之下 出来的并不是那么的猛烈 而是比较的稳 而且你可以对于动力的线性的掌控会比较好 因为我觉得对于一台电动车来说是非常难的 因为电动车可能给到大家都是爆猛的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其实感受并不好 不管是舒适性还是运动性 其实都不是很好 但是Q4一创这个车给到我的电动车居然有线性的这种 给到油门的这种和动力的回馈 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一直玩赛车 或者是你之前玩过飘移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车其实在飘移的时候是很可控的 然后在操控这一方面 我也不知道这个车用到了什么魔法 我就觉得它的极限状态下 就是在失控的时候 居然也是非常可控的 我们今天也体验了就是在ESC全关的情况下 这个车在冰面上完全的冰面上 没有雪的这个冰面上给到你的操控的回馈 还有这个可控的程度 包括你对于车身姿态的这个控制 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 这点我也是非常意外的 因为这一次我们在的这个17大众的试车场呢 它在黑河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的偏远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冰面会非常非常的滑 可能是我这么多冰雪试驾以来最滑的一个冰面 但是这个车我觉得在如此湿滑的这样的一个冰面上 给到我的操控的这个感受 包括它的可控的程度 对于车辆的姿态的把控 让我非常意外 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SUV 还是一个四驱 还是一个电动车 我觉得奥迪在操控这一方面的这个功力 还是非常深厚的 可想而知 在如此严苛的情况下 这车可以给到你这么好的一个操控的感受 那在平常我们日常这种高速啊 国道包括城市道路的来使用的时候 它给到你的安稳感安心感 给到你的这种驾驶的乐趣 我觉得肯定也是会很有保证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一次呢 也了解到了一七大众啊 包括奥迪的一些车型 在研发阶段会经历的一些测试的标准啊 包括ESP的 包括ABS的啊 包括在冰面的迷路测试 我觉得其实 作为一个豪华品牌来说 它的要求肯定会比普通品牌要来的高的多的多 它并不是单单要确保这个车辆的安全 还需要在各种细节上给到客户好的用车的感受 就比如说它的ESP的介入 它可能要做到这种润无细无声的感觉 也就是说你不但车不能给到你非常甩的那种感受 非常突兀的那种介入 而且车内的声音也要让你感觉不到这个ESP 它有介入在工作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豪华品牌的这个风范的 所以说它可能跟我们之前一直了解的那些电动车也好 包括一些新势力的品牌也好 它有可能在这种所谓传统的车辆驾控的细节上 可能会做得更好 我今天差不多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 我要继续训练了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